18日下午在蓝宇的开源渔港发生火烧船的意外事故 据了解疑似是工作人员在加油时不慎引起的火灾 当地消防以及海巡人员获报后 立即赶抵现场协助灭火 索性无波及其他船只 整起的事故仍有待进一步的厘清调查 海巡人员站在码头上用高压水柱实施灭火的作业 避免火势持续的扩大 18日下午一艘停泊在蓝宇开源港的小型游艇 疑似在进行整捕过程中 工作人员在加油时不慎引起火烧船 而船只在着火后立即冒出农烟以及烈焰 消防与海巡人员在货报后立即赶抵现场进行抢救 在约半个小时后顺利将火势扑灭 索性没有延烧到其他附近的船只 18日下午16时许 开源渔港就港发生游艇爆炸起火案件 本所接获通报后 立即派遣一车4员前往协处 抵达现场后发现游艇船尾火势剧烈 立即投入现场实施管制 及协助消防人员水线布放事宜 火势约在30分钟后遭到扑灭 海巡署呼吁民众落于海上暗计或港口 有发生危难或救生救难等案件 请立即拨打海巡署118专线 本署将立即派员持赴救援 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而整齐的事故导致一名在船上陪同的8岁男童 双脚以及右手约有9%的烧烫伤 目前已经受网蓝宇卫生所进行救治 至于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以及财务损失 则有在相关单位做进一步的厘清与调查 记者陈吉林 蓝宇相报导